有不少北京市民发现在下城市场已随处可见的公用电单车在北京却是一车难求 事实上已有不少二线品牌公用电单车进驻北京 包括小六公用、金斗云出行等 然而虽然有车可用,有车却难用 进京赶考的公用电单车除了面对合规监管之外 押金难退等消费纠纷也时常缠绕 同时停车点少、故障车多、营运范围小、续航时间短、乱扣费也成为了用户体验的槽点 公用电单车在一二线城市发展的步伐缓慢 但在下城市场却慢慢萌发 2019年4月电单车新国标的实施成为公用电单车发展的新机遇 这一年中哈罗助力车、松果电单车、小六电单车加速在现役市场布局 随着各大平台稳步推进投放布局 中国公用电单车规模不断扩大 暧昧咨询资料显示 2019年中国公用电单车数量已超过100万辆 收入规模达30亿元 预计2025年公用电单车投入车辆将超过800万辆 收入规模将达到200亿元 由于政策等问题 目前北京等大城市对公用电单车并未接纳 未来会怎样呢?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 北京市场巨大 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要一起破局 要引入电助力类型的助力自行车 而不是电驱动的电动自行车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8月底 中国城市公用交通协会 慢行交通峰会成立会议 见共用电单车系列标准发布会召开 会上发布了共用电动助力车类型四项标准 覆盖行业中的车运电厂四个核心维度 CNN记者报道